2022年全宗运圣火日前由花莲县的圣火队领团传到金门 县府团队在举光楼前广场迎接全宗运的圣火 再传给金门的圣火队 随即乘车展开全岛绕行的传递之行 今年的全宗运将在4月16日到21日在花莲县圣大举行 圣火传递队无畏风雨将这希望之火传来金门 传接仪式是由金门高中的国乐团 还有列宇国中的省师团的精彩表演中热烈开场 在大会吉祥物花莲县献鸟的人偶 还有两地全宗运代表的建政下 花莲圣火队将火炬引进举光楼前的广场 传达给金门的圣火队 发光 2022年全宗运回篮竹梦竞赛花莲为主题 全国优秀的青年竞将其至花莲回篮进行一连串热血的竞赛 今年的全运会本县总共组成44名的队资源选手教练的代表队参加田径竞技体操 台前道射击游泳等五项赛事 欢迎乡亲在全宗运期间到花莲各场馆 为金门子弟兵加油打气 在运动的一个竞技中 最难得的就是一定要尝法永远的一个运动家精神 除了这个之外 今年的一个主题 回篮竹梦竞赛花莲 那希望所有的年轻鞋子这些好朋友们 在这一场赛事之中能够不断的创造加剧 打破记录 然后激发前面的一个运动风气 今年的圣火传递特别设计多元传递方式 传达和平希望光明 把这三元素共同传达到金门来 圣火队手持光为标志 打造的全宗运火炬 由举光楼出发之后 在乘车衣血绕金 金湖镇金沙镇金陵镇 再回到金城镇的世界 展现全宗运深深不息的火光 引领选手秀出生命的光彩跟火力 再回到金城镇的世界